大家好我们是Long9 有个特别的回忆就是在我们签售的时候我们的粉丝非常的热情 非常非常的热情导致就是我们在签售的时候 根本听不到跟我们签售的粉丝在说什么 我们要这样去听 然后因为他们的声音是很尖的那种 那种声音对很夸张 我就是听到了我以为是在叫我 但是结果一看不是叫我 你听到的是 我听到我各种都有听到什么星号奥利啊 什么江信息啊全哲啊 其实今天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在香港做这个 应该是这么说应该说我们Long9是第一次在成团以后 做的第一个见面会 然后发现就是大家特别的亲切 然后大家的应援啊欢呼声也是特别的大 然后我们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那个张奥连他主要想表达的就是说 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哪一件事情 让我们很值得回忆 我觉得这整个经历下来就是这次来到香港 我们12个人一起做这场签售会 就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有一件事就是 就因为那些粉丝在很远处嘛 可能在二楼那些 然后有一些粉丝对着你朝着你是打招呼 这样子的 然后你又不确定是不是对你打招呼 我有一次我回 今天我记得我回来他 他做了一个手势不是你 是你旁边那个 然后就尴尬 你旁边是谁 你旁边是谁 黄一斌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叫他 我说哎 叫你了 不是 然后后面我看到挥手 我往对着我推手的 我都害怕了 我说 不确定了 没自信 我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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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 他说你这样 我ok 好 我做什么了呢 等候关系 嗯 等候 我来说一下吧 就是全哲的话 其实每一次在我们有一些 就是跟工作人员沟通啊 比如说有些安排的一些活动的话 也会及时跟我们的沟通 然后询问我们的意见 然后再把我们的意见整合 然后再跟工作人员沟通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付出了太多牺牲 没有 没有 很重要好不好 没有 其实折子他还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永远都能让 所有人都 喝不到哪 喝不到哪 没有 能让所有人都 觉得属于这个团队吧 就是我会一直觉得 只要折子在的话 我们一直都是 有一个 他就是那根线吧 所有人牵在一起 他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 在排练的时候 他不会就是 觉得 这次可能排练怎么怎么样 他怎么怎么样了 或者我怎么怎么样了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觉得 没事 咱们都是属于东南的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做的最好的一点 对对对 那其他人有没有觉得 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了 是很好吗 可以批评 那我再来一次 批评就滔滔不绝了 是吗 可恶 这我就有怕 这地地 你怎么觉得他们说的 是很好 那怎么可以 已经很给足我面子了 其实嘴巴里都不一定说什么坏话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还是蛮惊讶 而且是有点小激动的 因为当时有想过 就是之前我也可能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能 如果这次选秀完以后 可能不会再选秀了 然后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就是我觉得 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以后 就现在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的目标 然后我相信也是我们三位想 都会给自己设立的目标 就是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然后跟着我们的兄弟们 然后一起在这个团队里面 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见到我们的成长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 就是喜欢我们的作品 就挺意外的 就没有想过 会加入这个团队里来 然后加入之后 发现跟大家相处的都挺好的 然后就慢慢在磨合当中 就我当时其实我也是没想到吧 因为其实就也没想到 会突然间又加三个人 因为就是相当于是结束了嘛 然后又回到各自原本的生活中 然后突然间又要回去了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蛮开心的吧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 自己参加这样子的节目 而且也是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曾经自己奋斗过一段时间 所以说还是听到这个消息 就很惊讶 但是也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这次很开心 因为第一 上次其实我们没有了 cancel了上次的见面会 但是这次都很顺利地举行了 也有很多粉丝到场支持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也都是决赛之后 成团之后第一次 这么齐人去出席 这次活动 也都是见到这么多兄弟 所以我自己觉得最开心最开心 就是见到他们 其实不单只见到粉丝 见到他们也很开心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之后的作品 和我们的舞台 新闻的演员 对我们来说 有些人才会认识